你 行了 把这些杂物放到后院 把前院给我腾出来 我要有大用处 是 慢一点 别磕着碰着 慢点 那是我的赔价 对 慢点 军姑 您这又是在折腾什么呀 严姨呀 鸟鸟一生出来 你跟大郎辩护孤城大劫 鸟鸟命中待极 是个有福气的孩子 现在都成谁家的小女娘 能比我们鸟鸟争气 娄家婚事刚退 鸟家又赶着来求娶 我打听过了啊 鸟不宜 是在圣上面前养大的 待遇就如同皇子 我们娘娘嫁过去 那不就等于是 皇子妃了吗 军姑 军姑 你可千万慎言 这会为程家招货的 好 好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林家如此显赫 送的聘礼比娄家定多不少 当初 娄家送聘礼 买了满满半个院子 那林家送的聘礼 还不得整整塞满整个院子吗 所以 我得早做准备 将院子打扫干净 腾出来 免得聘礼 占了你们夫妻的苦法 军姑 此事还未定 林家还未派人 来交换更铁 他们不来 你上门去要啊 如果你觉得脸面不方便的话 你跟我说 我亲自登门去呀 医府之人礼就是多 那 楼家的教训 你还没有受够吗 你聘礼早日落袋 早日为安哪 你 我的意思是 亲事早日定下来 早日为安 老夫人 女君 林家管事来称 家中主母身体抱恙 姑无法按时下聘 晃请见谅 抱 抱 抱恙 抱恙什么意思 抱恙 怎么好端端地会病了呢 这你怎么能 我院子都疼好了呀 你这 这 袁医 既然亲家病了 咱们带些药去探吧 是 林家管事还特地叮嘱 未免过病气给姻亲 所以请程家人莫要登门 这承阳侯府 真是欺人太甚 完了 完了 看来 丁程他婚时 怕是要 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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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等病好了再说 否则万一将病气传给程家 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罪过 也是程娘子命运 还没入到侯府 就将未来军孤给克病了 日后哪家还敢求娶 是啊 这世间又有几人 像郡主这般命格显贵呢 这情是本事圣上定的 夫人也不好推举 你我同样命苦 放心 只要聘礼没下 庚铁没换 这亲事呀就算不得数 我明日去宫中以圣上论道论的 这程娘子既能退第一次进 自然能再退第二次 郡主 老后妃 听闻林将军命人进宫 称自己父母母病 叩请圣上代为曹班与程氏的亲事 圣上爷已经印下 说是明日便派老王爷担当理官 请往程府下聘 什么 此生竟为程娘子罔顾伦常 哪来的老王爷 那本朝老王爷只有 是 师大副 师大副 哭什么 要是旁人下聘倒是值得一哭 你大副还不是听咱俩的 行吗 要是 是我泼妇 你分明做了王爷 你做的梦本你 我当初随你上山下田 食不果腹 吃了多少苦 我不泼妇 怎能养活你和圣上 这朝中上下 谁泥腿这模样 我不曾见过 就是当今圣上 也是我一口粮一口水 省下来为大的 老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现在想过河拆桥 欺负老七吗 你 文家男人 你上良心啊你 你想逼死我们祖孙二人吗你 你可不敢回事说啊 但妈就妈还一个人 怎么敢连圣上也一起骂呢 大墨 何苦为男大夫呢 圣上病大夫为子生虾皮 大夫又喜感违背圣意 都是我命苦 与此生无缘无分 不如就让我留在三财官里 师父神仙好了 天大妞 你我儿女都死了 心不受得死你长大成人 他今 若就死出家 我刚送你 我心急你中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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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莫死 你也莫要哭 我明天就去找程少商 搅黄那个 零不移的婚事 如何啊 那明日便看大夫手段了 老子上当了